請教我美玲老師 什麼姓名筆劃的女人 比較會教育小孩 其實會教育小孩很多 只是有的人是放養 那有的人就是 就是閃躲的養 有的人是逆養 有人是嚴格教育 有人是比較耐心的教育 我們今天來講兩種 一種就是說比較嚴格教育型的 這個本身 不管哪一個格局 有14塊 24塊 34 44 54的人 有這些筆劃的人 在教育上面會比較嚴格 你知道會嚴格教育小孩的人 通常對自己都是嚴厲的 一個對自己不嚴厲的父母 他不太會教育小孩 所以這些父母大部分很多 都是自己本身有的 就是本身就做職業婦女的 有的媽媽本身事業就做得很好 像有這些筆 我看到你兩個耶 你兩個24 所以你如果有小孩的話 你應該也是會很嚴的 我也是兩個 你也有兩個 對 所以我不敢生 我也沒有 我軍事教育 我一定是軍事教育 對 我不敢 有這種的 因為自己要求已經很高了 所以他相對 他在要求自己的時候 他也會要求他的小孩子 所以他會希望說 他的小孩子做一定要有坐姿 你知道很多小孩子 在餐廳就是亂跑 他是不准小孩子亂跑 然後在餐廳上 在餐桌上吃飯 一定不能講話 你一定要把飯吃完 你才能夠下餐桌的 像你看很多人在 很多媽媽在餵小孩是怎麼樣 孩子跟著跑 媽媽就跟著 然後後面一直餵 這叫溺愛的教育 那這個是不准的 就是說你吃飯就是要好好吃 吃完之後才能夠下桌 然後回家 你就要把你的東西先放好 然後先洗手 他一定有他生活的一個定律 他不能讓他生活是沒定律 但是你知道現在很多我們在餐廳 看到孩子亂跑 亂叫 父母也不管了 然後在跟人家亂推啊 什麼他都不管的 但是這個是不行 他是非常嚴厲的 然後包含就是說 他是除了這個在功課上 一定要好以外 他在體能上也要好 一定要在外面 跟人家是能夠平 你知道很多這種都是 虎爸虎媽型的 他可能很小就可以 把他丟到游泳池 你就是必須要給我學游泳的 然後你就是要去練才全能 因為你要防身 他會把小孩子 練成就是實相全能那種 就是你從小就要讀金龍 不然你以後你怎麼去掌控金龍呢 然後你要懂得你玩遊戲當中 你的遊戲當中 你要玩拼圖 你才會做事情才會用腦 就是說他從玩具 從教育 從生活 從體能 都是非常嚴厲的那種 所以他這種的就是說 他是屬於通常把孩子 會養成實相全 但是有時候要看 如果過於嚴厲 那你的小孩子八字 是屬於比較放鬆的 那可能在小孩子跟父母 他通常在那個對立上 就會有一種衝突點 在學生時代 所以這種太過嚴厲的話 有好處 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 但這種的話會要小孩子 尊重他的想法 你知道父母是屬於命令式的 這個是屬於命令式 我說了算 我叫你讀跆拳就讀跆拳 我叫你打鼓你就打鼓 叫你去練芭蕾舞 你就練芭蕾舞 這是屬於比較嚴厲型的 那嚴厲型的 通常教育出來的 大部分都是接班型的 你知道很多父母 你知道有一些孩子天生 你看他二十幾歲 但是為什麼他能力那麼強 因為父母從小就教他 如何會經營事業 接班型的 那另外這種呢 我們看這種比較耐心型的 這就是說不管他格局有 15話17話20話29話 這種在教育的方式 跟上面就不一樣 下面這個教育 他會比較重陪伴 他覺得孩子 他所有過程都要陪伴他 還有就是說他會陪伴他 可能小時候就會開始 講故事給他聽 這個是訓練孩子獨立 下面這個呢 他就會講故事給孩子聽 然後陪伴他出去玩 他覺得說孩子的過程 小時候的過程很重要 然後青春期呢 要聆聽他的心聲 像很多父母是沒有 沒有那種心思去聆聽 孩子的心聲的 但是他這個會聆聽孩子 你到底現在青春期 你現在跟同學是發生了什麼事 那為什麼你這一科 讀得不好考得不好 他會去判斷這孩子 然後他會比較教育 注重小孩子的人品 品德他覺得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會很注重 他跟同學的這個過程 或者是今天在學校 發生了什麼事 還有他也會比較注重 尊重小孩子的這個選擇 比如說你這樣他選鋼琴 小孩子就覺得說 媽 我不想學鋼琴 我想要學琵琶 可以嗎 他也覺得說可以 那我可以陪伴你 你知道很多媽媽是很忙 這個是比較忙的媽媽 他會負責幫小孩子 安排好他的課程 這個是會陪伴小孩子 去上很多的課程 你看很多媽媽教室裡面 有媽媽在那邊 整天這個媽媽 整天就是送這個孩子去 送完之後 他就在那個櫥窗裡面 看著孩子 等到他這個才藝學完了 然後再送他到下一個 但上面這個是 我幫你已經安排好了 你幾點去上什麼課 幾點是上什麼課 跟他回來就回來 對 我媽媽是上面 我爸爸是下面 結果從小就在那種 冰火焦急中長大 所以你父母兩種都中是吧 對 我看有的是爸爸是這個 媽媽是這個 小孩子就會壓力很大 他回到家裡 就會戰戰兢兢的 回到家裡 你知道有一些小孩子 為什麼長大 他想過聲音是小的 因為他從小在家裡講話 聲音就是小的 他就是捏手捏腳的那種 對啊 那連關門都不可以有聲音 對 就是會這樣子 就是在家裡的心 尤其這個是非常注重小孩子的教養 這個是注重小孩子的擔當力 承擔力 他覺得說小孩子是不能逆養 一定要承擔 所以這種小孩 這種教育出來的小孩子 都是能力很強的 那這種教育出來的小孩子 大部分都是那種比較做專業的 那或是很教養 我看你剛剛做吃到現在 都是一直這樣子 你這個可能在家裡 從小做吃就會這樣 有的人上的 你知道很多人上飯桌 是在家裡飯桌是這樣子的 對啊 等爸媽開動的時候 然後你才能夠開始動 然後你要吃飯的時候 其實不能 他爸爸有聲音的 不能有聲音 不能聊天 不能講話 其他就去下床 不能夠一面看電視 也不准吃飯 對 我爸爸的手都不能放在桌面上 有的就會打 有的人就是吃飯 就打不行 他就打下去 連左手都不行 但現在很多人 其實都是左手的 就沒那麼遠 你知道以前的小孩子 只要一左手 父母就是那個藤條 就打下去 一定要他換右手 其實每一個人 腦部發達不一樣的 如果你的小孩子是左手 你就尊重他用左手 所以有這兩種筆劃的人 教育出來的小孩子 其實都滿優秀 但是有時候稍微放鬆一點 尊重一下孩子的選擇 也很好的 今天問一下紀委說 有一個媽媽栽培自己的兒子 不遺餘力 但結果卻被媳婦氣死 這是我同學 他們家的一個故事 然後我就叫他小陳好了 因為這個小陳 他從小就是上父 所以因為他媽媽 他們早年在中部開藥局 後來全民健保之後 他們就把藥局頂掉了 因為他們沒有藥劑師 所以他媽媽那個時候 就是靠著從娘家 帶過來的這一些嫁妝 所以把小陳就是 攻到大學畢業都沒有問題 可是他大學畢業之後 他就一定要去瑞士留學 那他媽媽也沒有那麼多錢 他媽媽幾乎就掏空了 他所有的積蓄 就讓他去瑞士留學 可是他一去五年都沒有消息 他完全不跟他媽媽聯絡 瑞士很貴 對 很貴 可是那個時候大家都會去瑞士 修那個旅館管理 你知道嗎 因為瑞士旅館管理最有名 大家回來就很快就找到 那個大的酒店去上班 然後他那時候回來 然後他五年之後 他就突然打一通電話 跟他媽說媽我要回來 然後搬回家住 媽媽當然是開心的 他說我還帶了這個媳婦跟兒子 那媽媽真的很開心 就回來 那回來之後他就想說 那個景氣也不好 他就做那個歐洲跟台灣 兩邊的貿易 結果遇到大環境這個樣子 貨櫃什麼也進不來 什麼什麼 他的公司就年年地虧損 虧損之後他媽媽就跟他講說 那你就把公司關了吧 就是停損點 結果他不要 他說媽你怎麼可以叫我關公司 你應該把這房子抵押 再借點錢給我 我要把這公司繼續經營下去 他這才知道 他媽媽當初為了要供他留學 把這個房子 已經過戶給了舅舅 因為他需要錢 然後反正就是 因為反正是自己的舅舅 他媽媽的弟弟就住在裡面 然後這個媳婦知道了 就整個就變臉 就一直罵說 怎麼可以這個樣子 我現在住的房子 居然是舅舅的 然後這個媳婦就開始對這個婆婆 完全是用冷暴力 言語暴力 甚至就罵他說 你克夫克子 你現在你看 我兒子現在到這個狀況 也是你克的 然後你以後不准碰我的孫子 你碰我的孫子 我怕你也克死我的兒子 然後他就 你不准碰你的孫子 對 不准碰你的孫子 OK 然後不准碰我的兒子 然後他那個 然後從此之後 也不讓婆婆帶這個孩子 然後那時候就跟那個老公說 你呢 這個我們未來的金主 應該是你的舅舅 你就多巴結舅舅 希望他能夠把這個房子 就還 就是讓回來 讓我 就是轉回來他的名下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小陳就看到他這個太太 常常在廚房裡面 就在那個裡面 不曉得在那個水裡面 加了什麼東西 一面加一面唸 加加戲 加加戲這樣子 給婆婆喝 然後反正就是 做了很多讓婆婆受不了的事 然後婆婆最後實在是沒有辦法 就到公寓的頂樓自殺了 就真的自殺了 自殺的時候 那個就是那個警察就來了 然後法官驗屍的時候 就發現他的後腦 整個全部都是瘀傷 然後身上還有被水燙傷的痕跡 那舅舅知道了之後 就很生氣 就告狀了這兩個侄兒 就告狀了 主要就是告這個小陳跟他的老婆 然後他那個所謂的未來的金主 也就沒了 就這樣子告了 什麼跟什麼 我來 真的 我來講 就社會上什麼事情 你真的不發生在別人身上 你真的都不知道 那我這樣 就算了 老師你來平復一下我的 年輕人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持點迷津 從廠平足變成人生勝利主 跟著星象趨吉避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大師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點出官方粉絲團 每個人都 guy都沒做 那時候 那時候 抑鬚 我來看他的 故事 我來看他的 女同盤 成真 還有 這次 關於 解強 我來看他的 靈